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是我们自驾洗脏旅行的第六天 第六百天 第六天,你笑什么 然后本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能出省了 但是我刚才打清了一圈啊 就是我们出省走的条道呢,路上没什么玩的 然后想去好好的把呼伦贝尔大草原转一转嘛 我的一个就是原来干旅游的一个歌 然后我跟他打听打听 然后他说了,准备从渣篮屯室 然后穿到这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嘛 然后说没有什么玩的 我们就打算就一直开到这个海拉尔 说从海拉尔,我们再开始转 因为从海拉尔,以海拉尔为一个原点 我们开始转,把这个大草原都玩透的 也就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出发吧 但愿今天晚上找扎营地的时候顺利一点 现在出发 这出来还没到十分钟 这边就堵车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都可想就溜了 全是国道上还能堵车 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的妈呀 咋了前面 前面出事故了 谁也不让谁就给堵上了 我们把车退过来了 你们都别往前上了 往后倒一倒吧 前面都堵死了 谁也不让谁出过来了 都得往边看 你看我们车都堵到那个里边了 后面不能再上去 上去是谁也过不去了 全都堵死了 这全都堵上了 往那个有能到的地方都倒一倒吧 不到谁 这是他家院里头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往里头先开一开呀 这是人家院子 前面是这个车真不讲究 人家都在那挪车让地方 他从后面就抄到前面来了 太不文明了这车开的 都在这挪车 都帮着要把这个车错开 然后这个车它往前抄 哎呀 哪有这么开车的真气人 可算是这个道是挪开了 我们往后倒一倒挪一挪挪开了 哇塞堵了这么长一溜了 全是大货 我的天哪 全是挂车 我头一次遇到国道堵车 我送个白头 距离